紅米Note 12系列 OS兩億鏡頭有120萬塊充 還有120Hz的AMOLED屏幕 玩到這樣 hiho 我是肯 最近呢 小米就真的出了很多新機啦 就是上個月它出了小米13 跟小米13 Pro嘛 就是跟萊卡合作那個 我有拍過的那個 然後它的spec全部都很頂配 然後牌照又真的很好看 跟萊卡合作 真的是色調很有feel啦 但是哦 旗艦機哦 規格香是香啦 價格是貴了一點的哦 不是每個人都afford得起的嘛 所以對於一種 你想要省錢的flame 像有這樣子的 性價比才是 真的香 所以小米就在今天發佈了 性價比之王 紅米Note 12系列 還有OS兩億鏡頭有120萬塊充 還有120Hz的AMOLED屏幕 都是旗艦級的這個東西 但是最便宜那個 只要799就買到最貴 1600都不用 開箱 走起 哎這邊有三台 一個白色 一個青色 一個藍色 Title都跟你講是性價比 所以我直接跟你講價錢啦 白色紅米Note 12 Pro Plus 1599買到 青色紅米Note 12 5G 1099 藍色紅米Note 12 4G版本 799 雖然三台都是紅米Note 12系列 但是其實他們的手感不一樣 質感不一樣 外形也不一樣 Note 12 Pro Plus最貴 所以做好3D微弧面設計 而且是亮面玻璃材質啊 摸起來有點像桃子的那種感覺 但是雖然亮面 不怎麼沾指紋的哦 握在手也是比較圓潤順手一點 Note 12 5G的話 用的就是2.5D微弧面塑料被蓋 磨砂質感 不沾指紋 但是稍微有點太滑了 感覺有點像去年小米12的觸感啊 Note 12就用了直角邊框設計 同樣磨砂材質 至於鏡頭模組的話 和上一代紅米Note 11系列 有一點不一樣 整體它看起來更加簡約 接下來就來講一講這三台手機的最大賣點 分別就是屏幕、鏡頭還有電池啊 也就是為什麼它們會被稱為 性價比之王的原因 紅米Note 12系列的最大賣點就是 給你們看的盒子 200MP看到沒有 這一台 紅米Note 12 Pro Plus裡面 三顆鏡頭 竟然有一個就是兩翼攝像頭 而且還要是有OIS光學防抖的兩翼鏡頭 其實這個也是小米第一次 把OIS光學防抖跟兩翼像素 放在紅米Note系列裡面 把中端對手PK的死死的 玩到這樣 好奇妙它來了 Earover 1.4吋感光元件 F1.65大光圈 而且用上了Samsung和小米一起研發的 ISO Cell HPX Sensor晶片 使用Tetra 2 Pixel 16像素合一的技術 所以具備了4倍無損變焦能力 這種超大像素的走鏡頭 最大的好吃就是 二度採點 打開相機 比如講我面前這個咖啡很遠 是不是不用緊招牌罷了 記得一定要開Ultra HD Mode 開了才有兩翼像素 看啥 拍了啦 看我zoom啦 兩翼像素的好處來了啦 它依然很輕的 普通手機可能這個時候就開始pixelize了 你看 那個Lot number都看到清清楚楚 但它遠遠不懂拍什麼 現在crop出來了 突然又好像好看鳥哦 來給你看個before after 是內拍照也是一樣啦 開Ultra HD 然後到你隨便拍一張啦 然後你就zoom 是不是突然變成了 攝影師拍close up那種感覺咧 所以它你要的角度之後咧 你save就變成一張好 上去的Skinjean的照片了吼 這樣一點哦 它是清楚的哦 它不會萌萌的哦 那看before after 差距真的遠 它裡面咧其實有三個變焦焦段 0.6倍廣角 1倍 2倍 要更遠的話咧也有10倍數碼變焦 所以咧你要選擇拍廣角 拍靠近的都是可以啦 然後右邊咧 這邊多了一些膠卷的filter 可能最近流行膠片復古感 這邊咧就可以自由選擇 不同的膠卷濾鏡fuel 可以在拍之前放filter 也可以在拍完之後才決定放filter的 另外一個功能呢 是小米12T系列胎也有的 小米ProCard 用了這個功能之後咧 比如這個照片 手機可以自動透過AI識別人類或者動物 然後再自動裁剪成3到5張不同尺寸 不同角度的照片啦 啊對 小米手機裡面有一個我個人蠻喜歡的人性化功能 就是你可以自由決定watermark要不要放這件事情 有時候開了watermark拍的照哦 我發現歪了哦 但是因為有watermark 我沒有辦法調整我生氣了 但是紅米Note12T拍了照之後 就算有watermark 也可以後期remove 或者是後期加上去 完全沒有影響 這點我覺得很好 很人性耶 但是我倆印象是只有在 Note12 Pro Plus身上才有 Note12 5G跟Note12 4G版本都是沒有的啊 Note12 5G的是48MP Note12 4G的就是50MP 第二部分就是電池三台手機都是5000毫安 真的很大 這個電池 更 尤其是這台Note12 Pro Plus從零充到100%找到19分鐘 因為它用的是120瓦小米 快到什麼程度啊 比如說我手機剩下1%了 我只需要給它10分鐘 我就可以差下50% 哈囉 我充量都15分鐘哦 Note12 5G和Note12充電速度就有33萬塊充啦 對於這個價位來說也是蠻快的了 最後三台手機的屏幕Size都是6.67吋是一樣的 然後重點 三台紅米Note12系列都是用了三四千塊手機 最常見的 122刷新率AMOLED屏幕 紅米Note12系列終於會紅米爭氣了 雖然是122在旗艦機上面是很常見到啦 但是如果在中低端來講的話 又不是真的很常見的哦 因為你要考慮到成本啊跟定價的問題了嘛 122簡單來講就是視覺上看起來更順滑 不管是平時用手機的時候滑動刷 IG或者是看劇玩Game 脫穎的部分會大大減少 而且降低畫面撕裂的問題啦 雖然三台都是120Hz 但是從我的個人使用體驗啦 我覺得Note12 Pro Plus它在使用上面會更加順一點 有可能是因為使用了這個MediaTek Dimensity 1080芯片 從整體的表現來說還是非常不錯的 總結這三台手機呢 價錢都是位於799到1599之間 我覺得可以這樣子區分 Note12 Pro Plus 1599價錢定位終端 但是我卻用了高端級別的兩億像素鏡頭 還有這個OIS光學防抖 給你大電量 超級快充 大鏡頭 大屏幕 還有高刷新率 整體使用起來我覺得是很對得起來的價錢 尤其是那個兩億像素鏡頭 對於一台1600塊的手機來講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可怕了啦 就是你帶出去旅行啊 去打卡 我覺得都是很好用啊 Note12 5G跟Note12 一台是1099 一台是799 它們兩個最大的差別就是 一台155G 一台144G 比起Note12 Pro Plus配置是砍了一半 但是它的價錢也砍了一半啊 所以可以總結成大電量大屏幕三鏡頭 但是我要講一下這個Note12 5G版本 它真的是很薄 它最薄的地方有7.98mm 8兩 但是它這樣薄 它還可以給到你大屏幕6.67寸 還有大電池5千號按摩 這兩台的價錢都是比較適合中小學生 或者是長輩不想要花太多錢買手機的人啊 你只是想要基本的拍照 然後你要很耐的電池 你要那種一整天不用充電 睡醒甚至都還有電的那一種 這樣就選這兩台哦 當然最後還是要給你們budget啦 我的個人建議如果你budget高一點點的話 這樣一定要選這個5G版本啊 畢竟在全世界都在講著5G5G的時代嘛 不只你出國可以用到哪怕有一天 馬來西亞政府突然宣布 明天5G補給 這樣你就不用換電話了 但是如果你預算不夠多 又想要換新手機的話 這樣就選這個4G版本哦 everything是妥妥的 不算是很厲害的手機 但是799有一個120S AMOLED屏幕 我覺得是ok了啦 好啦反正紅米Note 12系列就已經正式發布了 你知道在4月6號到4月13號之間 預購任何一台 就直接送你一個紅米Smart Band 2 有興趣可以去衝吧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記得點贊分享還有訂閱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